我現在的 你喜歡這次 我會不會 你喜歡這次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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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KaiE 職業的格鬥選手 跟一般人到底差距有什麼不大 就一般人嗎 現在差距有不大 還是跟我有差距差不大 怎麼說 我這麼去 我一輸的應該 就是你結而已吧 點結 協調 你就是讓你知道嗎 一人一五年之後 讓人大師 那邊 喔喔喔喔 耶 說不定我是很厲害嗎 你沒有 OK 我真的想看你 你們覺得這個職業的格鬥選手 他的技術有辦法 彌補身材的差距到那麼大嗎 我覺得可以 其實因為這種東西就是 跟我們一樣反覆練習 反覆練習 他已經是會很強很強 那你們覺得 打得贏 職業的都選手 打得贏我覺得 可能體重身高差不多 可能不會被KO吧 被打不贏 蛤 你怎麼知道不會太贏 被KO就是直接輸了 那你是幹嘛會打不打 結果一定會被KO 被拳問的啊 但我覺得 有很高的機率會被KO 你看下巴 那我就這樣體重 讓他打 那你肚子呢 那如果他打 上去直接趴在地上 所以 好 那波波覺得打得贏嗎 我覺得打不贏 可是我覺得被KO機率 運在鹽巴 你的體重身高差不多 沒有我是指 在沒有差的狀態下 沒有差的話 我會拿槍跟他打 那如果今天是有身材差距 對方是一個女性 然後身高156分 就比較不會被拳 那我覺得 我有體驗你也會看 對 可是人家是 10月的格鬥選手 那不一定 因為他 至少不一定 你體重差 30公斤有耶 那就用那種 劍招啊 怎麼說 發的就是一直往前啊 我讓你KO死拳 可是我KO不去 你可能就奧 其實是這樣沒錯 對嗎 我這個是一粒抵死 沒錯 我只要 一粒抵死 沒錯 一粒抵死 吳巧真 外號魔力小紅 台灣最新成立的 MMA國家代表隊中 唯一的一位女性選手 人稱最強護理師 白天救人 晚上殺人 師傑好 他叫蓋雲師弟 他不不知道要是 你知道為什麼要叫師傑嗎 因為巧真他算是 我在進行師舞蹈館裡面的 大師姐 我曾經有跟您對練過 有一個素材 還在我的IG裡面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在這邊 被你產業 我被產業 看一下我們師傑的身材 你覺得你有勝算嗎 其實 沒有 師傑平常在做你的工作 其實我現在還是牙醫組 我在牙醫整組工作 白天救人 晚上 練 他晚上把人家打牙打斷 然後 身體這麼好 一條龍服務 師傑 你看我們這個汗草 如何 又壯又高 你對上職業的格鬥選手 你覺得我會KO 他會被KO 我KO他嗎 對 有 他想了很久 你剛剛在看什麼 其實我猜啊 像你們在健身 應該不會特別練 頸部 或者是練下巴 練頸部練下巴 比較像是專想 譬如說像練格鬥啊 練角力比較會需要 用到頸部的肌肉 因為他要緩衝嘛 對 他要緩衝你的頸 下巴他還要怎麼練 也不是說練下巴 就是脖子 上斜方 然後練得很重 他可以把你整個頭 這樣 被揍到比較不會掛 不然你感受一下 失截你的腿 我可以讓你選 你要我的左手還是我右手 先跟你講 我的慣用手是右手 這是一個限制 因為他不太會用 右手打肚子 他可能都是轉過來 跑到左手 你有學過嗎 不一樣 左手 右手打肚子 哪裡比較順 你要感覺剛剛才知道啊 那左手 好 太好了 那我要再 那等一下 不是 等一下 我們先講好 先兩層 那中間的話你選擇 肚臍以下還是肚臍上 不是在吃壽洗燒 等一下 肚臍以下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尿就尿出來 那肚臍正中間好了 好 可以 實際這樣是幾層 大概八層吧 應該沒有到八層 他是非常溫柔的 可惜可惜 承讓承讓 來收一下 好 那我們開始 好溫柔耶 已經會痛了 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要喝出來 嘿 喔呦 蠻好難 他看起來完全沒用力耶 這樣他還沒用力 我來試看看 我來試看看 我還蠻強的吧 很強 很強 超強 超強 屎姐現在自己才比 他要比你用全力 他要比你用全力還好耶 因為他沒有打到那個 這邊會痛的感覺 不然屎姐你來個微穿透的 穿透我可能會建議打上面一點點 就有穿透的感覺 穿越時空 那先不要太上面 穿越時空 打上面扛不住啦 我們三位暖身結束了嗎 結束了 那我們就可以請屎姐先去暖身 等一下就來跟我們 精彩的交流賽 好 沒問題 是交流 是交流 在進行激烈運動前 要怎麼知道暖身有沒有做充足 心率是一個監測指標 有一個簡單的算法 就是用最大心跳數 220先減掉你的年齡之後 得到一個數值 然後再乘以60% 就是達到可以進入運動的 合適心率 以我來說 心率達到111左右 就算是熱身完畢 那儀式感呢還是要來一下 上場前呢我們就來過棒 那過棒呢我們用 歐色弱的無限心率體脂劑 它是台灣精品2022年的得獎商品 不只可以量體重 還能測心率 體脂 肌肉量等 還有其他專業素質 可以透過APP 隨時檢查身體狀態 現在目前大家都熱身完畢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轉播是由 蓋伊我跟進行室的館長 CAMP哥 一起來轉播這場 精彩的交流賽 你巧真應該算是刺客類型吧 我記得他是相當敏捷 算是比較全面型的選手 高IQ打法的那種類型 所以他可以在戰鬥中 找到對手比較不擅長的項目去攻擊 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藍方選手 藍方選手就是我們三堅客的 長青樹 光頭王波波 他現年已經45歲了 他的身高178公分 體重81公斤 量級差距大 通常就是小量級的選手 腳步一定要非常靈活 然後不能被抓到重擊 因為有可能一個重擊 就直接逆轉比賽 因為巧真他 大概156公分 然後體重應該50幾 他目前的戰績 你這邊清楚嗎 像最近的亞洲錦標賽 拿到銅牌 然後他WOTD 也拿過很多次的優勝 他業餘實習 從以前打散打 打踢拳 打柔術 都拿過很多次的冠軍 戰力技 地面 摔技都要有一定的程度 要有辦法打MMA 他各方面技級的經驗 都非常豐富 OK 波波兩分鐘 加油 加油 預備 GO 其實 波波波有出腿耶 波波波現在踩一個反架了 反架的選手 就是 可以用 波波可能本身自己的 沒有踩太多的套路跟張房 讓他可以左右切換 他好像用自己本來 迎接那個場上的技術軍的攻擊 對 所以小生要打得更緊張 好的 現在 感覺他在抓一下對手 像波波 前腳下段的套路 其實波波的套路 看得出來就是他 就是換架 然後指出前手的拳 對 對 對 沒錯 所以其實小生 他可以很清楚的對手 然後找反擊 所以小生先用下兵腿 引誘對方防守的一下子 喔 這是波波 鐵頭弓嗎 防 防守 喔 小生就是防守卡好之後 短拳 塞一個 如果打近身殘餌 巧生可以被迫使用摔法 喔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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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到地面上我想體重優勢就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喬真是上位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喬真他幾乎是 沒什麼處理在盡頭 而且比較沒有訓練過的人 他有可能面對來拳的時候 他頭會就是轉啊 會自己會自己的環境 所以會減少很多一些 應該要看到一些訊息 這瞬間漏掉 然後對方就可以摔一把 或是下籤 或是用上關的提示 要不要提示 還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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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床方在衝入鍋了 先到 時間 跟他打 壓力很大 你要一直想說要怎麼刪 太喘了 太喘了 為什麼我會這麼喘 這正常啊 真的嗎 真的 格鬥真的 這運動是我覺得最喘最喘的 我感覺我沒什麼在動 我覺得格鬥運動 有一個很機車的地方 就是你已經喘到不行 但是天天就還有剩30秒 你是不是沒有辦法停下來 你要擋啊 或是要接受對方的攻擊 都還要繼續 把這時間耗 這是一個很痛苦的一件事 高程度優雅還優雅 你這個好好的滑彈 好好的滑彈 好好的滑彈 這麼滑彈喔 真的 很淡 我一直看著要亂我現在搞一片 他們這麼累的人 是因為 第一個他一直不停的改變節奏 再來他站著又跌倒又起來 這個很好能 對 第三個很緊張會影響你的呼吸 你呼吸就會變得急促 那你越急促你就會覺得越累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你很棒 謝謝謝謝 不過你打完一回合有什麼心得 這超累的真的超累 這個就像做高強度優雅一樣 當你還在做的時候 船路其實就還好 可是當一休息就超累 那你有什麼建議要給鑰匙嗎 沒有 就是瘋狂的揍他 保護好自殺 你剛剛跟喬禎打完 你覺得就是那種實戰的氛圍 讓你覺得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跟你想的都不一樣 你想到說你會這樣子揍他 可是當你要揍他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被揍到了 就時機的掌控 跟自己預期的不太一樣 對就是那個距離感你很難去抓到 然後還有那個進攻的那個時機 對因為通常我們訓練的時候 就會用一些假動作假謊 或者是距離的移動 來誘騙對方先出 有時候對方先出了 你就發現 他竟然揮空 那時機是最好反擊的快樂 我們現在第二個回合 我們現在第二個回合 藍幫是我們的拆曜師 拆曜師178公分 目前76公斤 看他的眼睛很像看不到距離 他等一下應該會被揍得很慘 Ready Go 喔這時候小聲音 抓身體對 這個就是我講的那個距離感 我們看不懂那個距離感 就是這個距離感 我們先說打身體的技術 然後再正面通過的攻擊 對 這常常全其常用的 對 Body Hat的一個組合 腳很難放縮 好 好 巧克力這盒用比較多的腿法 上到那去踢擠 好 好 所以是直圈 好像是用的一個戰術 上下的一個 他完全不廣欸 他完全是不躲 不錯 他老師只有往前 沒有往後 沒有往後 他老師是時候也可以試圖 使用多節拍的連拳 連續三個直圈到四個直圈 或許可以把戰鬥的距離 也控制 對 連續的直圈 對 很好 對 很好 他揍你的頭 他揍你的頭 你是不是嚇到 對 我會嚇一跳 也是一個Body 等下抓頭 握手直圈 正中目標 快點 快點 要進攻了 要進攻了 叫老師一定要進攻囉 對 用力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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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我 好有無惡 用你的身高優勢 用你的機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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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後踢 超難防 踢爆他 踢爆他 水 一擊 Yeah 哇這盒結束了 牛哥勒 你都沒在動 還好他會長 因為你沒在動 小針連打兩場的感覺是什麼 很有勇氣 會想要努力去把戰鬥完成到結束 所以我覺得很棒 咬石打得很棒耶 好難打喔 我覺得很難防耶 有點像沙巴的感覺 那等一下換蓋衣了 蓋衣已經練很久了 所以他應該會 比我們好看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次的轉播聲音 非常的穩定清楚 這是因為這次的收音設備呢 也是用台灣精品2023的得獎商品 加油 還有全雙工直播無線麥克風 獨創多種收容式與監聽功能 不論直播錄影 訪問都能輕易完成 只需單機即可搞定錄音大小事 もしもし もしもし 有沒有很性感 等一下 太近了 連這種鬼叫聲都可以收得非常清楚 待會要進入小針跟這個 三劍客的壓軸賽 第三回合 那剛剛鑰匙跟巧針打 你覺得 嘖 在這種戰鬥過程當中 你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他 沒什麼控檔 讓我可以攻擊 感覺他就是 腳會一直踢過 嚴嚴不絕的 你出拳的時候又怕他揍你 是 所以就是會想說 看能不能找到他 吸我的時候可以去揍他 這樣很難 他應該是說 把距離控得剛剛好 知道你體重重力很大 他也不想跟你做正面應換 因為如果兩個人互靠一拳 一定是他吃虧 他變成是用腿來把距離控開 我們可能要蓋衣跟這個 巧針壓軸戰即將要開始了 蓋衣現在應該已經敘事待發 Ready Go 蓋衣開啟就轉不前開 這時候來一轉身 這打的氣氛跟前兩回合 真的是不太一樣 好 這拉的氣氛跟前兩回合 那時候在你把氣氛取開了 那個下屁股 超人全的甲動作 頭角甲腿上去 他也回應一個超人全的甲動作 他也回應一個超人全甲動作 他也回應一個超人全甲動作 我會想說 還有幾次 驚險可以閃過 驚險閃過有一個轉真邊拳的技術 重新調整一下戰鬥節奏 其實需要稍微調整一下戰鬥節奏 一下冰盆 近身長刀 這時候要抓巧克力控打 把我側的步之後再突進 在EGO世界要突進的距離非常長 這是一個前兆的一個兵盆 兵盆盆 只要換了兵盆 我都會說換拳 抓到你的後手之間了 漂亮 漂亮 好30秒 現在開始要加一點轉速 就是常常比賽到最後30秒 就是決定勝負的一個關鍵 嚴重的一個combo 非常精彩 來 超人前 近身的上鍋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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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成的搖晒 - 天成的搖晒 - 嗨! - 哇!最後的一個 - 雙方的護腕喔 - 非常非常激烈喔 - 跟看不看比那個 - 太溫柔了 - 你對他們那麼仁慈 - 跟我好像不太一樣 - 你就那一步在旁邊觀察好 - 沒有!我在旁邊看 - 但確實會看一下你比較常用什麼 - 對對對對 - 怎麼會有堅塵這種東西 - 這就場上很有趣的就是 - 觀察對手如果再觀察你 - 你就不能把你所有的招式都收拾出去 - 從你一進來的時候我們就要在戰鬥了 - 你就已經發現我坐骨神經不太好 - 我已經發現我要打你這邊了 - 巧珍連打了三回合 - 覺得怎麼樣呢 - 這三位都是比我還要重 - 身體素質比我強壯 - 而且又還是男生 -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棒的就是 - 他們並不會因為是男孩子就會看不起 -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有尊重這個運動 - 在場上確實不能出全力 - 可是我也是很用心的在跟他們較勁 - 職業格鬥選手 - 啊我如果打得別手別腳 - 豈不是對不對 - 還不尊重職業格鬥選手 - 這六個字了 - 出全力對女生 - 對不不不不不不 - 那其實大家雖然在場上會些說會對練 - 可是下場之後還是想好朋友 -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棒的運動家精神 - 能夠好好去發揮以及去真正理解這武術的魅力 - 謝謝師姐 - 跟我們交流了三個回合 - 我覺得像波波他非常的強壯 - 但是他不會以為他自己很強壯 - 他就完全不閃躲 - 他還是會想要嘗試用靈活的腳步 - 完成這一個對打 - 他也會嘗試出腳出拳 - 做一些連貫的動作 - 我覺得這很棒 - 畢竟強壯跟怕痛是兩回事 - 你怎麼知道 - 你怎麼知道 - 不是 - 對 我看他一直換架 - 他一下這樣子 一下 - 要這樣 - 一直嘗試在對抗中找方法 - 當然要是的話我覺得他很厲害就是 - 他很有勇氣 - 他就是會想要用他的身體去做對抗 - 所以他有一個很棒的對抗性 - 雖然說他對一些不熟悉的動作 - 他不知道怎麼反應 - 但是他也不會慌張 - 對 他沒有落晃而導 - 他有一直往前壓的感覺 - 畢竟強壯跟近似是兩回事 - 畢竟強壯跟近似是兩回事 - 畢竟強壯跟近似是兩回事 - 他應該看不清楚就已經在壓 - 那對你的話就是你的壓迫性很強 - 你的氣圖性很強 - 那我就不能貿然出腳 - 那我可能就要多一點手 - 或者是多一點距離 - 原來是這樣子 - 那這裡也要問一下CAP哥 - 覺得差距在哪裡 - 最起碼他們的抗擊打跟 - 毫無自己能力都非常強 - 當然你能夠練到這樣的體格跟肌肉量 - 一定也付出很大能力 - 練習這些招式把肌肉的功能性發露出來 - 變成一個攻擊的武器 - 如果說他們都可以 - 嘗試一定有基本的防禦跟進攻的技術 - 其實我想今天遇到任何狀況 - 我覺得他們可以輕鬆一點 - 我剛才想說他已經算是比較矮小 - 但如果那個人真的跟我差不多的 - 對 你講到重點 - 為什麼會這麼累 - 就是因為有很強烈的壓迫 - 當你被碰到第一下的時候 - 你就開始心裡會有壓力了 - 因為你知道你打不打 - 可是他會打到 - 知道會痛 - 對 像他剛才已經碰到我臉的時候 - 其實我就會一直很注重這個位置 - 我好像不能那麼得寸進去 - 因為會被打 - 對 如果那個是跟我差不多的 - 那壓力一定那麼大 - 最後再次感謝台灣精品獎和巧徵 - 台灣精品獎就像是台灣產業界的奧斯卡 - 獲獎產品都是通過經濟部嚴選 - 研發、設計、品質、行銷 - 都是全方位的精英 - 就像巧戰一樣 - 是我們女性綜合格鬥界的精英 - 每年台灣精品都會選出當年度的精英產品 - 妥妥的MIT台灣之光 - 不只無線心率提子劑 - 和全雙工直播無線麥克風 - 在交通、運動、家電、醫療等各種領域的產品都有 - 妳的十一住行中搞不好就有獲得台灣精品獎肯定的產品喔 - 而且台灣精品不只是將台灣的產業推向世界 - 更是不遺餘益的支持台灣精英 - 台灣精品和巧徵合作的精品挺精英 - 節目也在台灣精品YouTube上線了 - 如果大家對台灣精品或是節目有興趣 - 那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 大家就不妨繼續點擊連結觀賞囉 - 那今天最後真的非常感謝師姐 - 謝謝該依 - 還有我們的進行式格鬥運動館 - 大家大概在留言迷你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 我們今天該依我們下次見 - 掰掰